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透過JTBC選秀節目 RUNES的出道 以YUNA民族MOKA1IROHA所組成的多國際女團愛里 五位成員的出道經歷 YUNA YUNA出生於韓國中青北到中州市 她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為總統或外交官 在小學時曾擔任過學生會副會長等 是個非常現實的孩子 但終究抵擋不住對唱歌的誘惑 從2013年3月到2016年2月 進入了眾州MBC兒童合唱團唱個童謠 從2017年底開始 YUNA進入Pantachio開始了練習生生活 之後中途轉到TS娛樂 最後去了HIB 在HIB度過五年的練習生生活後 YUNA通過RUNES的節目 以第七位的成績 成功以艾力的成員出道了 MINGJU MINGJU在韓國經濟道南揚州出生 從小時候開始 她就夢想成為一名小提琴將 對音樂充滿了熱情 慢慢的她開始夢想成為一名IDOL 2018年她在15歲時 加入了YG娛樂成為練習生 後來在2019年轉到了HIB 在度過四年的練習生生活後 MINGJU參加了RUNES的節目 最終以第三位的成績 成功以艾力成員出道了 MOKA MOKA出生於日本福港縣 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調香師 後來收到喜歡K-POP的母親印象 MOKA開始對K-POP產生了興趣 而媽媽最喜歡的組合是Pickbang 母女倆最喜歡的歌曲也是Pickbang的HaruHaru MOKA在過去曾參加過各種舞蹈比賽 也在舞團活動過 很早就累積了舞台經驗 之後她於2020年加入了Hyper Labours Japan 在2022年為了參加RUNES的節目 從Hyper Japan轉到BillyBilly 透過這個節目 MOKA最終以艾力成員成功出道了 我妮 出生於韓國釜山市的我妮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學習了跆拳道 非常擅長運動和短跑 我妮還在中學三年級時擔任過體育委員 因為她的運動天賦 當時幾乎包攬了所有運動會的冠軍 而妮也是艾力中練習生生活最短的成員 她在高速巴士克運站 被比利普雷星探發掘成為了練習生 而失禁的時候 唱了New Jeans的High Boy 在成為練習生一個月後 我妮參加了RUNES的節目 節目結束時 她的練習生時期大約為11週左右 非常短 最終我妮以第一位的成績 成功以艾力成員出道了 Iruha 出生於日本東京的Iruha 從小就學習了舞蹈 並在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來到韓國成為練習生 2019年 Iruha加入了JYP娛樂 開始了為期五年的練習生生活 之後在2020年夏天 她加入了High Boy 並參加了RUNES的節目 以優秀的舞蹈實力 獲得了觀眾們的喜愛 最終以第五位的成績 成功以艾力的馬尼出道了 就這樣 Iruha在2024年3月25號發表了首張迷你專輯的主打歌 Magnetic正式出道 3月25號發行專輯後 立即在日本Oricorn拍攝榜上 奪得了每日專輯拍攝榜的第一位 在Apple Music Top專輯榜上也登上了第一名 主打歌Magnetic 在多個音樂平台的排行榜上取得了16項冠軍 更是在出道8天後 就獲得了音樂節目的一位 收到了極大的關注 儘管他們也因各種爭議收到了傷害 但希望Iruha能繼續獲得全球粉絲們的喜愛 持續展現他們的獨特魅力 繼續走花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與此合成 今天 要請 打架 謝謝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